来关心天气中午时分 很多人可能还觉得外头天气蛮热的 不过其实今明两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各地是容易出现局部的短暂震雨或雷雨 而且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 这个部分还是要特别提醒您注意 来关心详细的天气预测 北台湾的部分 留意午后开始可能会有一些雷震雨的发生 基隆双北平均温度是31到36度 桃园新竹苗栗是31到35度 中台湾的部分天气也是不太稳定的 台中彰化南投30到34度 云林嘉义30到33度 南部地区同样要留意可能会有强降雨的发生 平均温度台南是30到32度 高雄屏东是30到33度 东台湾的部分天气也不太稳定 宜兰花莲台东30到34度 而在外岛部分 连江金门多云道晴28到33度 澎湖也会有部分降雨的发生 29到30度